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我现在是在大中山 大中山是隶属于猛库镇大户赛村委会的一个村小组 这里也是猛库海拔最高的一个产茶寨子 当然我所说的是栽培群茶 像在猛库海拔最高的茶山是大雪山 但是大雪山所有的茶都是野生形茶 大雪山的茶也被称为世界茶种 我对面的这座山就是邦马大雪山 也叫猛库大雪山 又叫大户赛大雪山 上去大雪山可以从大户赛 也可以从现在我们所在的大中山 也可以从三家村上去山里面 大雪山上面的所有的野生茶种都是政府所保护的茶种 是禁止采摘的 刚刚我们从大户赛上来的时候 看到大户赛很多的茶地都挂了大雪山的名字 所以很多人在外面市场上有看到 猛库大雪山的古树茶 其实那不是真正的大雪山的茶 那是大户赛的茶 真正的大雪山的茶都是野生茶 大雪山的海拔有两千多米 常年都是笼罩在这种云雾当中 大中山的古茶树都分布在这后面的山上 我们现在先去喝泡茶 然后再带大家到茶地里面去看一下 今年的大中山古树茶 我前段时间就已经收鲜叶做好了 做了十几公斤 今天上来主要是带大家来看一下大中山的情况 这个也是古树茶吗 这个沙青好一点吗 就是垂自己做的 我一撞不跳好都做了 因为一般的我做不应该 每个人要做个两三百公斤的 像这个大中山这上面一共是多少户人家 18户 那古树茶产量应该也不多吗 古树茶的产量 古树茶产量多 当然这边它横壁圈50多户的 你这边有的 就是这上面只住了18户 但是有50户人家的茶地 对 50户 现在喝一泡大中山古树 像这种高海拔茶 它的香气都非常浓郁 但是因为它这个山上水温达不到100度 可能最多就烧到90度 所以它这种香气还不是特别高 如果是在山下喝的话 它这种香气会非常的浓郁 这个茶汤也是非常的透亮 大中山的古树茶 它的茶汤比较细腻 甜度也比较高 而且茶汤的溶汤香也是非常的不错 像这种高海拔的茶 是能够喝到它这种高山的韵味 它这种山野气韵高山韵味还是非常的明显 像这种高海拔茶 它鲜爽度就非常好 茶气也很足 对 宝马 对 它这个 猴韵也是很深 整个这个大中山的古树茶的产量大概有多少 有没有一吨 应该能做两吨 能做两三吨 量还是有一点 量还是有点 待会你去看一下它们茶云你就知道 量还是有点大 其实现在量要少一点的 古树要少一点的就冰到 冰到 它是汤 吃了冰到 大中山是汤不淋片 大福塞 罢卡 董果 这几个村特别多 就是那种矮化 对 以前不是没饭吃吗 没饭吃就全部矮化以后 全部种那个包谷 所以你看像这个大福塞的茶价格一直上不来 罢卡的也一直上不去 所以现在这个茶还是比不上他们那个茶 所以现在做茶挺难的 不单单是要看树还有看茶地 而且还要看做工业 然后是村里面有一些特别朗的那种 朗的那类那类人的那个茶它古树茶就特别多 然后喝起来还比那个 那个人勤快的那些还要好喝 对啊 其实它就是没放花费 没过度管理 对 这个好的茶也要比较好的工艺 喝完茶准备去茶山 看一下大中山的古茶树 对面山坡上这个寨子就是董果村 墨列就属于董果村 然后去墨列还要经过董果村 现在开车去茶山 现在我们到了大中山的茶园 很多茶树都是在这个半山坡上面 这个就是大中山的古茶树 像林昌这边的古树跟孟海还有义武的古树 也有点区别 这边的古树它是从主干开始 就有很多的这种叶子 还有枝 整棵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一样 也是我们调彩的那个古树 像这边的古树都是东一棵西一棵 前段时间我也是叫人过来 守着挑采了几棵大的古树鲜叶 像这一棵也是前段时间采过 下面这两棵古树也采了 上次过来守着采了多少棵树 这棵树现在又发的特别好了 其实这棵树的话有这么大 也可以做成单株 如果是它茶叶发的比较多的话 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大中山的茶王树 这棵树就是大中山茶王树 这边的茶树真的是枝繁叶茂 这棵茶王树大还是非常的大 这棵茶王树虽然树很大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一定会很好喝 这棵树的话应该会偏苦偏色 因为这旁边种了很多核桃树 这棵树的鲜叶 今年春茶好像是2000多亿单斤 也就是4000多块钱一公斤鲜叶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